哈囉各位大家好我是小蘿 哈囉大家好我是玉妹 好那今天呢非常難得玉妹又加入了 他的名字叫做什麼 日本優格風味的碳酸飲料 簡單來講他就是一個可爾比斯的概念 然後他是用鋁罐裝的喔 所以我覺得他很稀奇我把他買回來了 為什麼不買一般的罐子 因為他上面有這個頭可以開 這花我多少錢你知道嗎 55塊你知道可以買一個什麼嗎 可以買一個雞排來吃耶 雞排一片耶 55塊就這樣雞排 接下來呢 這個是日本咖啡的OLE 接下來重頭戲是這個 這個應該有人開過 日本果汁飲料葡萄柚風味 那這個果汁的含有量是22% OK 那接下來呢 這一罐是最貴的 我們來講一下價格 這一罐是79元 79你知道可以是什麼概念嗎 你可以買一個 沒錯 這就是一個便當的錢 然後就放在這邊 所以呢我們今天要來 喝喝看這三種 到底用罐裝喝起來 是什麼感覺 我們就先從最便宜的開始喝起吧 那就是這個 可爾必斯55塊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開啟這一罐最貴的東西 它是最便宜的東西 喔它是最便宜的東西 接下來我們就倒一些給玉妹 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顏色呢 有沒有 是乳白色的 這個是加了有氣的可爾必斯 所以它是有氣的可爾必斯 它叫汽水可爾必斯 但是它氣沒有那麼強 對氣沒有那麼強 我本身是很不喜歡喝有氣的飲料的人 所以喝這個時候我跟他的表情是很不一樣的 喝起來就是可爾必斯 有加汽水的可爾必斯 OK 好接下來呢 日本咖啡 OK 這個東西呢不會也是有氣的吧 我實在有點好奇 因為他們價格只差了4塊錢 濃濃的咖啡味 讓我想起 這就是咖啡糖的味道 OK它倒出來感覺就是很像咖啡的顏色 我來喝喝看 我覺得這個也是有氣的東西 這個東西沒有氣 但是這個喝下去的第一個時間點 讓我覺得它就是一個糖水的概念 如果你們平常喜歡喝茶的人 所以你們喝這個可能會一時都不能接受 這個糖分實在是太高了 對我來講會不太難接受 接下來呢 就到我們最貴的一個便當前的 日本果汁飲料葡萄風味 葡萄柚 葡萄柚的風味 那我們給大家看一下 最貴的外觀長怎樣 它有點像酥泡的顏色 其實不會啊 倒出來有點顏色有點深 有葡萄柚的味道 啊這就是葡萄味的辣 葡萄柚的味道啊 各位 這個裡面 79塊有含果肉所以比較貴啊 然後它也比較酸啊 這個含糖量39.2克 我卻感覺不到它 甜的味道 到底怎麼回事 受不了太酸了 真的太酸了 因為我很怕酸 好整體來說這三個東西的開箱呢 我覺得 科爾畢斯裡面有氣 讓我覺得是最有稀奇的一個東西 所以各位其實可以買來喝喝看 我覺得這不錯 但是價位就是有稍微貴了一點 畢竟它是日本的直裝進口嘛 原裝進口直接過來 所以會比較貴一點 好接下來是這個甜到爆的咖啡 這個東西讓我覺得 我喝下去我整個精神都來了 真的 這個 上面寫著只有 7.2克的這個糖量 但是我總覺得它有四五十克的糖量在裡面 可能是我自己的感覺 所以才覺得很奇怪 反而是 是不是跟7.7那種拿鐵價格差不多 而且還比較小 這個嗎 對啊 對 它 它跟拿鐵比起來的話 如果你們有喝過拿鐵 覺得拿鐵可以 你們就喝拿鐵 這個 你們 再參考一下 你們喜歡喝甜的人再買 這個 不喝甜的人買這個會覺得太甜 然後這個呢 上面的含糖量 居然寫39.2克 這個也太多了吧 但是喝起來就是沒有39.2克的感覺 今天就是我們這個第一次的這樣開箱 然後 這東西喝起來 我的感想差不多就是這個樣子 超酸的 葡萄柚 我覺得它喝起來就是感覺你 就是在吃葡萄柚的那種 味道 所以你都直接啃葡萄柚 就是 還是你都直接把葡萄柚拿起來捏 然後在嘴巴喝 很還原的一個味道 各位很還原的一種味道 所以它需要79塊 79塊 一個豬排便當 就這樣沒了 除了這個以外 就其他的我都喜歡 因為我本身我就不愛喝咖啡 好 這個是 玉妹選出來的 這個他不喜歡 因為我本身我就不喝咖啡 這個 這個我也不太能接受 那 這兩個比起來呢 我更喜歡這一個 55塊 有它獨特的風味 就是科爾畢斯的汽水 這個我覺得很讚 那 今天呢 我們的影片 就先到這裡 喜歡我的影片請記得訂閱和讚加分享 如果有任何問題的話 請記得訂閱和讚加分享